本节目由辉瑞之药和生动活泼两合制作播出 嗨 欢迎大家搭乘Pfizer Express全新一季探索科学的列车 我是辉瑞的妮娜 嗨 大家好 我是生动活泼的徐涛 很开心我能够成为Pfizer Express第三季第一个搭乘这一次探索科学号特快的乘客 也谢谢妮娜的邀请 但我有点好奇 妮娜 为什么这一次是叫科学号特快 这个问题特别好 熟悉Pfizer Express第二季的朋友都会知道 我们是一档医学科普节目 上一季我们用了12期的节目 为大家科普了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疾病和日常的预防措施 这一季其实我们是希望和各位听众一起向前迈出一小步 从临床医学的应用走向那些还在实验室和探索阶段的前沿科学 对话辉瑞或者是行业内的一些专家 与这些聪明的大脑一起聊一聊 那些可以为人类健康带来重大突破的技术 以及可能还在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这几个月其实也挺关注这方面的话题 因为的确是感到我们人类还面对很多的未知 不管是细菌呀病毒呀 还是我们自己身体呀大脑 像我们现在大脑究竟是如何进行记忆思考都还是探索中 而且一旦有突破可能很多的疾病都可以被治愈 像阿尔兹海默症呀这种 对不对 确实可以这么讲 在这一季第一期的话题当中啊 我们就聊到了Protect技术 那我们讨论Protect技术成熟之后的应用和治疗的场景 其中就包括阿尔兹海默症 因为我们目前在这个治疗领域内的治疗手段还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专家都期待这些新的技术可以带来革命性的一些进展 那另外我们这一季的话题呢也包括一些 比如说像近几年被不断提及的mRNA的平台技术 我们也一起向专家学习了 这个技术目前发展到底到达了哪个阶段 以及未来除了疫苗之外 还有没有更广泛的一些应用和领域 哇 硬核词汇已经出来了 mRNA可能大家知道是什么 但那个Protect又是什么呢 那我就现学现卖 Protect其实是被业界誉为小分子的药物研发的春天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也是关注到 它在癌症领域里面的表现 那Protect的中文有一点复杂 它叫做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 那其实它是由一个E3泛素连接酶配体 把蛋白配体和连接体三部分组成 那听到这儿的听众可以想象一下 就像我们人类的一个躯干 然后左右有两个手 那其实我们人类很多的疾病 都是有对应的致病蛋白 那之前我们的技术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致病的蛋白就是一把锁 那我们必须要找到钥匙 才能开开这把锁治愈疾病 那现在我们有了Protect这个技术 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带心形溶解的一个武器 并且这个武器其实是可以识别把蛋白的子弹 那这个武器到达了我们人体之后 它可以主动的去识别把蛋白之后 就会打向它 那同时拿着它手里这个心形的溶解的武器 来把我们的致病蛋白做成溶解和降解 那未来呢 我们的研发其实就不用一个一个的去找钥匙 而是直接把锁溶解掉 那么以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 这样听起来就是人类其实是不断的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 我觉得阿尔兹海默症能够被攻克 绝对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那妮娜你和这些专家交流下来还有其他什么收获吗 对我自己来说 做这一季的节目是一次丰收的旅行 其实不仅学到了很多真正的硬核的科学的智商 更是作为一个过往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的人 我觉得是一次思维模式的转变和思考力的一些升级 那比如我们在聊某些话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听到就是同一领域的专家 但他们不同的见解 以及可能互相相驳斥的观点 举个例子给到大家 就是当我们有一期节目讨论人体免疫系统的时候 其实来自霍瑞研发的两位同事 他们研究的都是人体免疫系统 只不过呢 一个人的研究是抑制人体免疫系统功能 另外一个人是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研究 那他们两种研究 其实都是通过调控免疫系统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 但是想一想 在工作当中 一个是抑制 一个是刺激 这两个本身就会有戏剧性的一些冲突 那当然我们其实在这一季的话题当中 还谈到了有很多最新的尝试和应用 比如说AI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阶段的应用 以及未来啊 比如说人工智能如果全面普及了之后 是不是就会取代我们人类在药物研发上面的工作 这些讨论啊 其实目前没有结果 但就像这些新技术的发展 还是日拱一足 那我们对这些对话呢 其实有一个启发 我觉得更多的就像波普尔所说的似的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模式 它是一个持续试错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 科学呢才可以进步 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也对很多东西过敏 我非常想要听听他们的观点 是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 就包括像很多前沿技术的一些 在这个药物研发领域 他们就会帮我们去科普 就是为什么现在 AI会不会有一天 代替人工的这些药物的筛选 以及比如说像前两年 推出的这个Waston 这样子的这个AI的这种医生 到底有一天会不会代替人类的一些医生 那我们离那块有多远 其实在他们的视角之下 我们其实还能看到一个 更好的一个方向 而且最终可能是 机器不会替代我们 而是说我们怎么更好的 在这些领域里面 跟机器更加协同的一起去工作 就蛮有意思的 对的对的 这个也是就是前两年吧 硅谷还挺流行的 前沿的研究和创业公司的热潮吧 嗯 然后最后一点吧 我觉得就还是挺为大家谋得福利的吧 就是每一个来到我们这一季 Pfizer Express录音间的人 其实他们都留下了他们的智囊包 就是如果在这些领域里面 大家我们的听众 想要继续的去探索一些 或者去接触一些这些文章也好 或者是这个领域的知识也好 那我们这些专家们 其实都留下了他们的智囊包 那可以让大家继续的去学习 听起来太棒了 我也来说一下这一季 也透露一下 有一个什么和之前不太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的 刚刚我们有讲到嘛 有一些可能跟科技前沿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科技早知道的制作人刘灿 也会作为科学观察员 加入到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来 提出问题 给出一些视角吧 是的 生动活泼每一季都有优秀的伙伴加入 Pfizer Express 那灿灿呢 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关注科技和医药 这两个领域的发展 同时啊 她也是一位很棒的思考者和提问者 她用她的视角和思考 其实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问题 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同行业的眼界和资讯 那大家就一起期待听到第三季的最新的节目吧 希望各位听众喜欢即将来到的第三季 那在这边呢 也推荐大家一个收听这一季节目的一个新思路 正如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不断地被告诫 不要使用相信这个词 取而代之的是思考 我们呢 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时候 可以用思考代替相信 没准啊 我们讨论的内容 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被科学界推翻或者颠覆 那我们第一期正式节目见啦 拜拜